那现在我们就继续请陆婷一医师 感谢陆婷一医师 在我们的五月这个学期 五月间连续五堂课 大力呼吁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世界性大病 逼干代言这样的一个课题 那也希望透过陆医师 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 多年的四十几年的 这样的一个研究推动的这个部分 今天我们的老爸老妈 也能够提高这样的一个意识 能够去了解 其实治好慢性逼干跟代言 可以减少肝硬化跟这个肝癌的风险 到底是怎么减少呢 我们马上就请出陆婷一医师来讲解 有请陆医师 谢谢主持人林小姐 很开心 今天是我们 关于逼干这方面的讲座会的最后一场 希望大家 把握机会 有什么问题 尽量在Q&A的时候提出来 我会尽量的从学里 从食物上 就是临床上所看到的这些实际的一些状况 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治愈的病 这怎么难呢 就是到目前为止 西医 西药这方面呢 只能看到 那些所谓的 抗病毒的西药 它治疗慢性逼性肝炎 只能做到 HPV连连转因 所以要长期服药 甚至一辈子服药 这是一个目前的一个瓶颈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 目前西医对 B型肝炎带员不做治疗 因为抗病毒的西药 对B型肝炎带员的 这部分的 那个疗效 并不肯定 所以他们就干脆说 B肝带员不做治疗 可是不做治疗的结果 就是15%到40% 在他一生当中 会罹患肝因化肝癌 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这个疾病 所以 所以 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因为西药还没有开发出来 那中药呢 我已经一再的重复说 B型肝炎带员跟慢性B型肝炎 你传统中医药是可以看到 治疗到 完全痊愈 意思就是说HBSAG血清转阴 这在西医来说是很难看到的 血清转阴以后 HBS血清转阴以后 就可以安全的停药 所以我呼吁 我们的老爸老妈 你要走到这一步 你才能够安心的说 这个B型肝炎病毒已经远离了 那我就可以过得比较正常的生活 不必就是担心这个病毒 在我的肝细胞里头 在我的肝脏里头 会造成我肝细胞的发炎 然后坏事 然后再进入到肝硬化这个阶段 进入到肝硬化以后 你要担心的是肝硬化是肝癌的温床 所以肝硬化到后面 真的是你更要提到警觉 因为肝硬化 你走到世代常肝硬化 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死亡的因素 所以种种这一些 都是所有的慢性B型肝炎 跟慢性B型肝炎的朋友 你们要注意的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 我们从案例开始来讲好了 第一个呢 一个张先生 他来找我的时候 他就讲他的这个过程 他是一个B型肝炎带人 可是他同时但有高血压 还有血肠偏高的问题 所以他是很正常的去看西医 在一家西医诊所 那个医师呢 那个西医呢 看到他血糖高 他的那个血压高 就把重点放在这两个疾病上 而忽略了他同时有B型肝炎的问题 B型肝炎带人 他自己也知道 可是呢 因为他同时伴有高血糖 高血压 所以一切重点就放在那两个疾病上 忽略了B型肝炎带人 他所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他在那个西医诊所那边呢 这很长的时间就是治疗他的高血压 跟他的高血糖的问题 所以等到有一天诊所那边发现 好像好像有其他的问题出现了 就是肝硬化的这个状况 因为腹水有了一点 然后呢就是感觉到很容易疲倦 种种这些肝硬化的 这些临床症状都出来了 就很紧急的帮他转到了 一家地区医院 地区医院一接受这个案例 就发现说状况非常的不好 腹水已经开始大量的生成 然后呢他的肝功能是急速的恶化 肝石也帮他验了 他的肝癌已经出现了 这就是我们讲 医生肝硬化代言 走到肝硬化走到肝癌 他不一定会有任何的症状 他就是一个很典型很典型的汉利 所以他来找我 我说你赶快到医学中心 去做一个很详细的检验 在此之前 他在那地区医院已经开始抽负水 因为负水你不抽的话是越来越多 可是抽负水 指示治标 呼吸治本 而且还并发了肝癌的问题 所以医学中心那边 也就是医师很大心 所以呢 因为有肝癌嘛 所以就帮他用了 很昂贵的 标靶的治疗肝癌的这个标靶药 然后呢 关于这个肝硬化这方面的治疗也尽量 就是希望他各方面能够配合 比如说科水的量 要跟他那个排尿的量能够相等 免得负水业绩越多 然后其他的种种这些 可是呢 作用并不大 因为他的腹水还是不断的生成 不断的生成 因为标靶药的一个副作用 就是会让你的身体的状况 会慢慢的就是 变成副作用 影响到你的食欲 影响到你其他方面 所以呢 他就又回到地区医院 让地区医院帮他继续抽负水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 丝带肠肝硬化的一个严重的后果 因为负水不抽 他的日子根本就不能过 也不能安稳的睡觉 所以这就是 因为标靶药有副作用 所以他 让他生活受到很大的 那个 那个 妨碍 所以他宁可回到地区医院 继续抽负水 可是这个 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也就是肝硬化的状况 越来越糟 然后这个 当然的问题 当然越来越严重 所以 最后 我只能说不幸的 他就这样子往生 虽然是已经 医院这边都尽了最大的力量 希望能够帮他把这个病程 把他拦下来 结果呢 不如大家所愿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是实际实际的一个状况 另外呢 我要讲 有一个 Mr. 他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病人 他来找我 我看了一下状况 当然不是很好 因为肝硬化的状况 就是慢慢的 已经出现了 所以我说 你赶快到同山医院 做个精密的检验 抽血检验 然后做超一波 的检验 结果出来了 很清楚 他已经从慢性B型肝炎 走到了肝硬化 而且 时代常性肝硬化的症状 都出来了 所以我就 跟他讲 就是说 你这个状况 你要预防肝癌的 继续的生成 不过后来他也没有再找我 当初我就问他说 我在马来西亚 我在吉本坡 讲了很多很多的 B型肝炎的防治 我说你从来都没有来过吗 他说 道歉我很忙 很忙 我要 我要 赚钱养家活口 所以呢 基本上他 不知道B型肝炎 不是 这么可怕的一种疾病 他就是由B型肝炎 代元 走到了 肝硬化 肝硬化呢 就是 这讲起来就是 在初期 他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 等到他再恶化成 肆带肠性肝炎化 各种症状都会出来 为什么会形成肝硬化 实际上他是 肝脏的病理上变化的一个结果 这个病理怎么说呢 因为有B型肝炎 这个病毒在你肝细胞里头 不断的复制 所以你的迷系统 假如是正常的话 你的CD8 你的自然杀手细胞 他们就设法 想去把这个病毒清掉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对 藏在你肝细胞里头的病毒 发动攻击 就会造成 你肝细胞发炎 所以有人说 我的肝功能都正常 是不是 一切都OK 我说不是 因为你的迷系统 比较低下 它对B型肝炎病毒 根本没有探测到 所以也不知道 病毒是在你肝细胞里头 不断的复制 会造成很大的乱子 所以它没有发动攻击 所以你肝细胞就没有发炎 可是没有发炎 并不代表你不会肝硬化 因为只要有这些 炎性细胞的进入 比如说 那个所谓的巨石细胞 比如说你的CD8细胞 你的自然杀手细胞 这些只要有这些 炎性细胞的进入 就会造成你的肝细胞 分泌所谓的胶原纤维 尤其是巨石细胞 它是造成你纤维化的 很重要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发现你肝纤维化 纤维化久了以后 就是肝硬化的开始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你刚刚正常 那就一切都OK了 是错的 这是因为你自己的免疫系统的功能不足 没有办法辨识这个病毒在你肝细胞里头 就是不断的复制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免疫系统对病毒发动攻击 就会造成所谓的发言 Information Information一个结果就是 你肝细胞会坏死 肝细胞坏死了以后 可是因为肝脏的细胞的再生能力 非常的强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肝细胞会死亡 可是新的肝细胞会长出来 可是新细胞长出来了以后 可能它的量会不足 或是这个肝细胞里头的纤维化 会非常的 非常的 剧烈的进行 比如说 你慢性B型肝炎 是所谓的侨重 Bridge Information 或是大块的死亡 在这种情况之下 新的肝细胞长出来 可能量不足 另外就是你的肝细胞的纤维支架会塌陷 所以会有新的这个纤维长出来 这些纤维长出来以后 它就会分割你的这个 你所谓的肝脏组织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造成你的肝脏组织 非常的紊乱 非常紊乱的结果呢 就是你的那个会影响到你的门管区的系统 的血流系统 影响到你肝脏 动脉分支 静脉分支 这些 种种这些就会造成结解 这些结解多了以后 你可以看到 肝的表面 就是我们这个图中很清楚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 已经肝硬化的一个肝脏 上面那张图是正常的肝脏 正常肝脏 我讲一个 就是大家吃过猪肝 猪肝 假如你喜欢吃粉肝的话 抱歉 那是有病的肝 那是肝硬化的肝 所以你吃起来好像脆脆的 而正常的肝呢 里头的血液是非常多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吃起来口感不是很好 可是问题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肝硬化出来了以后 它下面的一个发展呢 就是因为这些结解 我刚刚有提到 它会压制到你的四大系统 刚刚讲过 第一个 你门管区的这个血流的 那个系统 然后 你的肝静脉的分支 你肝动脉的分支 还有你胆管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些结结 就会 这些不同大小的结结 就压到你的这些 所谓的这些管线 会让这些管线呢 比如说造成血质啊 造成血液啊 种种这些 就会让你肝脏所能吸收到的 肝细胞所能吸收到的 氧气啦 营养啦 这些会慢慢的减少 所以肝硬化的这些人呢 就会感到 精神很不好 胃口又不好 因为你肝脏内部起了 很大的这些病上的变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很多临床症状出来 比如说在右手边 这是肝硬化附属 这就是丝带常性肝硬化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举一个 第一个的案例 张先生 他就是走到了附水 附水很多 所以他医院拼命帮他抽 可是我跟他讲 没有多大的作用 你抽了5000cc 说不定三个小时以后 3000cc又再生出来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当你肝硬化以后 你的那个淋巴管 你的血管的通透性就比较强 所以里头的水分就会渗透出来 除留在你的腹部 形成所谓的腹水 所以这治标不是自等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肝硬化实际上 它就是一个病理过程的 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慢性肝损害的 后期的搬横的结局 的一个病理上的变化 这就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因为 这样的一个肝硬化 最后的结果就是走到 世代常性肝硬化 里头还有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很多肝硬化的病人 到了 相当的程度 会吐血 会变血 是黑血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也就是说 你肝硬化以后 会连带的 可以看到 你的脾胀肿大 脾胀肿大里头 就会出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 病理上的变化 就是肝门脉的血 没有办法回流到肝脏 它会走到侧脂循环 也就是到你食道的 另外一条的静脉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 你的食道 静脉 肿大 节节 就形成所谓的食道静脉流 当你的血压升高的时候 这些食道的静脉流 或是你吃东西 不小心 有刺的 有带骨头的 把你的 这个 食道静脉流划破了 那就会吐血 而且是大量的吐血 我记得我曾经讲过 为什么我会投入逼干防治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防治呢 主要就是当年我就看到我的同事 年初一年三十他住在台南 他从台北开车 开到半路就吐血 他之前 他知道他有肝硬化 可是不懂肝硬化到某种程度会造成你的食道静脉流 而且也血压上升就会出血 因为开车是很辛苦的 当年又塞车塞得很厉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造成了大量出血 然后紧急送院 然后检查发现 他干硬化已经到了 施代肠 干硬化的一个阶段 所以后面的时间当然就不多了 因为施代肠干硬化实际上不容易治愈 再加上干硬化走到干哪去了 所以就让我觉得这么可怕的这种疾病 为什么没有办法治愈呢 所以就是 佛弗萨他可能就是看到说 你有这个心 他就指引我 我那时就问了就是 北京中医药单病科的副主任吴春杰教授 他说可以治愈 我说不能治愈 所以就增加我很大信心 然后问了那个旅美的民营女约 他说这也可以治安 所以就让我一头的投入到这个领域 治疗到现在 研究到现在 经过41年了 我可以肯定的跟大家讲 就是慢性B型肝炎代元 跟B型肝炎代元是可以治愈的 是可以治愈的 治愈当年的标准是HPVDA转因 然后HPVDA转因 刚刚恢复到正常 这就可以停药了 因为这是当年的 一个治愈的标准 现在呢 可以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光是HPVDA转因 HPVDA转因 肝功能恢复正常 这只是治标 不是资本 所以我现在要倡议的就是说 HPVSAG要转因才是治愈 因为HPVSAG转因代表 在你肝细胞 核里头B型肝炎代元病毒复制的模板 CCCDNA已经被消除掉了 CCDA被消除掉 也就是它的替代性 Marker HPSAG已经被降解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依照世界三大肝脏病医学会的 大家的一个共识 就是可以安全的停药了 所以现在我必须要看到HPVSAG血清转因 才算是治愈 能不能达到 可以的 我在前面的两三集里头都有提到这样 我做过临床实验 而且我也做过临床统计 确实 传统中医药可以让HPVSAG血清 可以看到 你的这个CCCDNA跟Double Stranger的 就是双骨线性的DNA转因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是治愈 治愈了以后 也就是说 在你肝细胞里头 病毒几乎都已经清光了 已经没有了 所以你的棉系统 也不会去 无缘无故的对你的肝细胞发动攻击 所以你肝细胞就维持正常 所以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有理论依据的 早年是因为检验的那个技术 还没有那么的精密 所以只要看到HPVSA转因就OK了 HPVSAG转因也就很完美了 现在证明这些只是标 我在前面几集已经再三的强调 你要治标还是治本 治标就是看看HPVDNA HP AG 而治本呢 你要看的是HPSAG 我相信 只要你能够了解了这个B型肝源 它的发展 然后它的治疗过程 种种的一切 你了解了以后 你就不会给骗财骗力 因为能吸一药的大药厂 它们都卯足了精 希望能够治愈慢性B型肝源 跟B型肝源代源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得到 这方面有效的药物出来 所以你外面听到说 它的这个药啊 它的治疗啊 可以把你的B型肝源治愈 你要问的一句话很简单 你可以看到HPSAG转因吗 假如看不到 那就是即使它能做到 HPDA转因 刚刚恢复到正常 HPDAG转因 这些都还是标 不是本 所以跟大家讲的很坦白 这个B型肝源的治疗 治愈没那么简单 至于我们再看 时间已经差不多 还是要尽快跟大家做个交代 刚才怎么发生 就是B型肝源病毒的DNA 整合进入到你肝细胞的DNA 造成你肝细胞的突变 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B型肝源病毒的DNA 它进入到肝细胞的DNA 也会造成了你的免疫系统上很多的变化 比如说它会抑制你的P53 这样的一个细胞因子 P53是我们细胞周期循环的一个很重要的 副调节的一个因子 当你P53被抑制到了以后 你的细胞周期就会不受限制 所以就是癌变的开始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造成这个问题 黄麴毒素 任何发霉的食物 你吃下去以后 因为它有黄麴毒素 黄麴毒素呢 它就会抑制你P53 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奉劝各位 任何发霉的食物 尤其是那些农作物 千万不要 我洗洗干净了就好了 错那是错的 另外呢 细胞 不管有没有发炎的状况 也就是 只要有B型肝炎 病毒在你肝细胞核里头 在你肝细胞里头 你就得要尽快地 把这个肝癌的一个起始因子 也就是HBV 赶快把它清掉 能不能做到 可以做到 所以也不必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肝硬化 你更要在肝硬化充其 就把病毒清掉 在这种情况之下 才能够防止 你继续地往下走 走到了丝带肠性肝硬化 还有宿主的因素 也就是你假如是一个男性 年纪比较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又酗酒 你有大量的抽烟 然后作息又不正常 要很大的压力 就是工作的压力 种种这些 就会造成你的肝细胞癌的 发生的一个促进的因素 我想今天我就谈到这边 因为这是需要各位 就是自己花点时间上网 去看我的这些网页上 所提供你很重要的 这些基本的知识 另外呢 就是你网页里头 我还把我的书把它电子化 所以各位可以从里头 得到一些基本的概念 可以让你自己避免被骗财 被骗命 然后知道你怎么样做才是正常的 所以待会在Q&A这个部分的节目里头 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谈一谈 这个B型肝炎 因为第一步你要做的就是确定 你肝细胞里头有没有这个病毒 这个要怎么去检验呢 很简单 你要抽一点血 验一下HDSH HDSH 假如你做定量的检查 在一般的健康检查里头都会做到 它会显示你HDSH是positive 或是reactive 意思就是说 你已经被感染到了 所以这一步 假如你已经做了 你的健康检验 就是都做了这一步 你要做下一步你要做的就是 你要确定 你的HDSH的量多少 这个量是很重要的一个数据 因为假如你的量很高 比如说HDSH的量是1万 我看我现在所看到的最高的是66万的HDSH 66万的IU和ML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想想干 这需要花多少的时间 才可能把这个病毒给清掉 所以这个疗程就跟这个病毒的量是息息相关 假如你验出来的量只有2000 那恭喜你 假如你很够好好的配合 用 我不是在做广告 用我的药 因为我确定我的药可以让你的HDSH持续的下降 最后转移 尤其是我现在更发现了一个好消息 就是因为常年在领域里头 我看到一些病人 它HDSH持续降不了 当然起始的那量很高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 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 第一个它服药 并不规律 一个月的药 它往往服到两个月三个月 意思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的所谓的内源性细胞因子 我的药没有办法去诱生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没有办法让这些内源性细胞因子 逐量的进入到干细胞核 去降解这个CCC DNA 跟那个所谓的双骨线性的DNA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HDSH下降的速度可能会非常的慢 后来我现在发现 假如你能够念气功的话 可以看到你HDSH下降的速度加快 比如说这一次 我看到一个病人 他是过去就是降的很慢 有时又回升 他念了三个月的气功以后 他HDSH下降了59.1% 他一看这就说 路医师 我的HDSH是不是可以很快 我说你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规律的用药 然后好好地念气功 做些正常 把压力能够减到最低 身心灵做了很好的调整 我相信你这一两年之内可以从这个B型肝炎的这个代源的这个足气里头除名 意思就是说HDSH会转移 如果你要跟我保证就是 你是规律的用药 气功一定很轻快地打 然后呢身心灵做好了调整 因为中医学上讲得很清楚 阴瓶阳密 精神乃至 我要把它改成阴瓶阳密 逼肝治愈 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概念 另外呢 有两个病人 有一个也是服药服了好一阵子 他这次终于看到了HDSH降了17% 25% 这也是很难看到的一个降的那个幅度 另外有的病人呢 他降了17% 他已经高兴的不得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HDSH的下降 用药 然后就是身心灵做调整 然后勤念气功 所以大家也不必担心说 哦这个治疗花多少的时间 不一定 看你的配合度如何 刚讲到66万个IU 我头也一个两个大 一个头两个大 怎么办呢 这么高的这个病毒 然后还担心一点 刚才什么时候出来 很难讲 因为刚刚讲过 当这个癌细胞的DNA 整合进入到肝细胞的DNA 这就是你癌院的开始 除非你的癌系统可以够强 可以很快的把这些CCC DNA 跟你的那个double-stranded DNA 能够降久 谢谢大家 时间已经超出了 留一点时间给大家就是提问 好的 这样谢谢 谢谢陆婷一师呢 在这个五月份呢 透过五场的这样的一个讲座 来提高大家对这个B肝 还有代源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从一开始 让我们了解就是 B型肝源跟代源 B型肝源跟代源呢 是需要及早治疗的 然后到让我们了解 怎么样是治标 什么是治标 什么是治本 那再让我们了解 什么是B肝腮减 那再让我们进一步的 上一周了解 原来中医是 也是因为陆婷一时呢 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跟研发 那发现呢 陆医师这边 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中药 可以治愈 慢性B肝跟代源的这个问题 那今天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来了解 治好是很重要的 治好我们的B肝跟代源 可以减少我们就是肝硬化 跟肝癌的这个风险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我们都欢迎大家就是在 6月9号星期天 可以到这个陆医师那里 就是应该是早上9点到5点 这段时间吧 陆医师 早上10点 早上10点 要从槟城赶下来 因为我合作了大概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 合作的一家Lab 因为它可以帮忙抽血 而且它可以做到比较精确的检测 因为它用的那台机器是一台大机器 亚培的 它可以开 所以呢 部分这些就是 肝胜功能啊 各方面这些功能 我都请他帮忙做 所以他也很发心 所以他说我当天早上5点 有可能要开车下来 10点钟开始 10点钟 就是差点跟我的那个 例行性检验系统 10点开始 然后中午给他半个小时 休息 吃点东西 然后到下午4点 他们就结束 然后就要回到槟城去 回到槟城去还很多工作 就是他们就是 就是所谓的local的这部分的 就是检验全部他们做完 然后要送台北的 也是由他们把这个血清分出来了以后 然后透过Corea在出口 就是送到台北 这都要经过合法的程序 所以他这边有export license 台北的Lab有import license 所以这一切都是公开 然后合法 所以台北那边当然也要报关 然后送到那个医检所 然后帮大家做检测 这精密的检验才要送台北 然后台北的医检所也很发心 这是我一开始跟那个院长讲的 我说这个治疗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就要就是每半年定要做检验 我说这也是一笔费用 我说能不能帮我的病人打个折 他说打五折 我说 我说打五折可以吗 他说可以 我说 你不需要给我一毛钱的commission 我都不收 我全部会给病人 所以打五折是这么来的 所以希望各位能够了解说 我们是很发心的 希望能够帮大家赶快把这个可怕的病毒给他清掉 所以这部分精力的检验就是送台北 送台北多少费用呢 就是因为这还有Korea的费用嘛 还有出口费用 种种这一些大概300块 马币 很便宜 HPBDN单单这一项 你们可能不晓得 当地做很贵 大概要五六百块 在马来西亚做大概要五六百块 贵 而台北做只收多少钱呢 一千两百块 一千两块半价台币 所以整个加起来是非常优惠的一个价钱 所以你要做治疗 你必须要做到这种精密的检验 我们才能够确定说 你的病毒量到底有多少 然后每半年一定持续要追踪 持续追踪送台北一定都打五折 所以各位可以放心 我们不会多收你一毛钱 因为这是我们了解到 治疗这个过程当中是需要相当的备用的 不过绝对是可以让你有药可以服得到 所以我一直强调 我的药我会打折 对老爸老妈按照你的年龄 越需要 我给你的折扣就越大 也跟各位讲我今年的药费不做任何的调整 虽然药材已经涨了很多很多 加工费也涨了很多很多 不过我还是维持我的药费不做调整 另外到我诊所看着不收任何的诊疗费 也没有收任何的过号费 所以一切都是很公开的 所以可以放心 我没有其他的目的 很简单就是帮大家很快 把这个B型肝病毒清掉 一切都公开透明 非常感谢 感恩就是路易师还有台北那边 还有就是路易师诊所的同仁 非常感谢大家这样的一个发信 那6月9号那一天呢 大家就是可以在10点到4点这个时间 到路易师的这个永康诊所 那详细的这个地址一会儿呢 可能我们再把它发到这个chat room里面来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老爸老妈呼朋唤友 到6月9号当天到路易师的这个永康诊所 因为当天刚刚路易师讲的 从槟城特地下来的这个团队 来帮大家做这样的一个验血的这个部分 其实一切都是免费的 那免费跟大家验血了 那路易师再怎么样的一个验血结果 要送到台湾那边去呢 OK 抽血检验 送台北的就是比较精密的检验 就是第一个就是HPSAG 因为我要看到小于0.05的这样一个标准 那才算是临床治愈 另外呢做HBVDNA台北打五折以后 肯定可以让大家能够负担得了 因为当地 跟大家报告真的是很贵 所以当年2001年开始 因为台北他们也非常的支持我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从开始到现在都是五折一旦 他没有再把这价钱再 所以路易师我们是所有人当天做血检过后 我们的这个血清样本都一定会送台湾吗 不是 这个 我们要先在本地做检验 看你的HDSAG是阳性还是阴性 所谓的阳性就是reactive或是positive 在这种情况之下 确定了文才需要把这个简体送去台北做定量的检验 假如你是negative 你在怎么 怎么signal还是negative 就不需要浪费这个资源 各位知道吗 这是我个人帮大家负担的费用 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你只要确定是必根代表 你抽血就做这个定量的检查 因为你已经是确定是代表的 把这机会让给需要的人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尤其是在1989年出生的这一些人 因为那时没有疫苗 所以很多的B肝代员就这样子 不明不白 根本不知道自己也没有B肝 可是我讲过B型肝炎 它不会停在那个地方 从代员走到慢性B型肝炎 走到肝硬化 走到肝蓝 这个过程 国外做过统计 大概20年到30年就会走到肝硬化 所以1989年以前出生的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B肝病毒感染过 建议赶快趁这次机会来做一次筛检 假如你没有被感染到 建议去打疫苗 尽快去打疫苗 假如已经被感染到 就是你的检验结果是reactive或是positive 就是建议你进一步的做精密的检验 让你知道这个病毒 它的HPSH的量多少 各位要知道 一定要小于0.05 这个数据你这边都没搞清楚 那我们谈什么呢 然后HPVDNA 这边做是很贵的台北达理者 这个机会要把握 这个整个过程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一天早上我会在诊所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各位希望你能够把你过去做的 是这一年的健康检验带来 我帮你看看 就是你过去做过这个HPSH的检验没有 做过B肝筛检没有 就决定了你下部该怎么走 所以希望各位弄清楚了 这个过程 这个老师太简单了 所以我不懂为什么一直大家还在那里 纠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就鼓励大家 就是6月9号到永康诊所去 那位于吉隆坡马鲁里那一带 那详细的地址 那以后呢 应该都会发到我们的面子书 还有我们的这个Zoom里面 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群里面 我们Zoom讲堂里面的老爸老妈 你们可以呼朋唤友 一起到这个永康诊所当天呢 这个 减血的这个 做血减的这个部分呢 这个费用全部由 就是路易师这边 就是很发心的来为大家承担 那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次在这边呢 谢谢路易师整个五月份 跟政大校委会这边呢 一起来推动这个部分的 这样的一个运动 提高我们大家对 逼干这样的一个意识 尤其是刚刚路易师讲的 1989年之前出生的老爸老妈 请你们务必 务必一定要来做检查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 做了检查 安心 真的是比较重要的 好 那我们下个月开始啊 路易师还会继续跟我们在一起 下个月整个六月呢 路易师会给我们认识 第二个世界性大病 就是骨质疏松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老人家很担心 会很害怕 就是跌倒这件事情 骨质疏松是一个很重要 需要我们去关注 那到底骨质疏松 是不是可以逆转呢 我们在下个月六月份的 同样是星期四 早上九点半的时间 我们继续跟着路易师来了解 好 那我们再一次谢谢 谢谢路易师 也谢谢路易师的团队 还有谢谢很多发信的朋友 谢谢政大校友会的推动 那也谢谢呢 我们面子书 还有中奖堂老爸老妈的参与 谢谢不过生命学院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也谢谢新周日报 意识利面子书的联合直播 还有新纪元勒林管理学的这个联合直播 还有很多个人面子书的联合直播 都非常非常的感恩 我们也非常鼓励老爸老妈 请您把今天的这个讲座 到不获面子书去 转发去 转发到您个人的面子书去 让更多跟您有缘的朋友 都可以跟路易师学习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部分 就到这边做一个结束 我们先进入 各位放心 我在这个领域已经41年的 我要申请 我不是直销商 我是完全按照这个医学的这个理论 跟我事务上所得到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经验跟这些知识 我把它融合在一起 希望能够帮大家赶快把披肝治虑 所以刚刚讲的很多 大家不要误会说 我赚多少钱 怎么样怎么样 没有的 我今年的药费不涨 那个药材已经涨得不得了了 所以你可以到外面去打听一下 药费不涨的 还有哪些人 我的药是肯定有效的 所以我不是在座直销 所以不要误会了 路医师这边是没有一个直销系统的 就是本着想要提高大家这样的一个意识 然后希望肝癌肝因化这样的一个 社会的一个成本 治疗的成本能够大大降低 只要提高大家这样的一个意识 提早做好这个预防 或者是把这个部分先治好 那基本上都可以大大的减低 我们社会后来要去治疗 这个肝因化后肝癌的这个社会成本了 我们再次谢谢 谢谢路医师的发心 那路医师大家可能上网打 可能不会看到有 路庭医师直销系统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好再一次 再一次谢谢 谢谢路医师 还有增加校会 把路医师带到我们 不获生命学院的这个平台来 让我们的老爸老妈有幸可以了解这个部分 我们也鼓励老爸老妈一定要把这样重要的讯息 去告诉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 让他们6月9号一定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检查 因为路医师常年是在台湾的 难得了路医师也回来了 当天也会在现场 请大家就是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 好我们6月9号见了 谢谢 谢谢路医师 还有一件事 一百个人 笔杆免费筛减一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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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报名的 还没有报名的要尽快 因为医检所只带一百支管支下来 超过了 他们就文都没法作业了 所以要赶快报名 假如这两天来得及的话 尽快跟文讲 文通知 槟城的医检所 多带一些需要的这个 试管下来 否则的话 文你来了文也帮不上行了 所以要尽快把握时间 这两三天能够 跟文报名 不是跟 不过生命学院报名 因为这样子文才办法 把器材准备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等一下呢 就请玉良老师这边 再重新建立一个报名链接 因为那天 我们第一天有一次 我们有玩一个游戏 那游戏里面就是可能都有举手的老爸 老妈 可能你们未必是会当天要来的 所以我想说 这个名额有限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的珍视这个名额 那等一下呢 就是请玉良老师那边呢 再把这个链接建立起来 然后我们就以那个链接里面的报名名额 为准 好不好 那那天有两个可以得奖的两个朋友呢 那个就我们就自动纳入了 就自动纳入 其他的就是98位朋友呢 就请一定一定 要到我们的这个Google form里面去报名 那请玉良老师尽快准备 那等一下呢 就挂到我们的这个Zoom讲堂里面 我们就先让Zoom讲堂里面的老爸老妈来报名 如果还有余额的话呢 我们才对外开放 谢谢 谢谢陆医师 那我们现在就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我们要进入Zoom讲堂的交流时光